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乌欢迎收看本期大乌看玩具 今天我们看Darling Point 今天的节目是这么安排的 我们先看三套 今年卖掉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Darling Point的公寓 今天只讲公寓不讲House 第二部分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去年卖的几套Darling Point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物业 我们看它的位置 感觉是什么样的 然后最后是我们今天要拍的房子 这套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 没有那么贵 是套两房两位车位 建一家350万的房子 最后我总结一下Darling Point的区 我个人认为的一个优缺点 在看房子之前 我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Darling Point这个地儿 这个地儿它是算到乌拉尔大区 乌拉尔大区 是整个澳大利亚最贵的康索大区 这个区你要从地形来看 它就像一只骆驼一样 这个Voculus跟Watson Space 是骆驼的头 两个驼峰呢 一个是Point Piper 一个是Darling Point 尾巴呢 是Post Point 一般叫Point或者Point Piper 它都属于半岛区 半岛区就是肯定是带水的 但这两个驼峰呢 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买顶级的House的话 那可能Point Piper选择更多一点 你比如说像去年底 比澳大利亚的新的记录被破 1.3个亿 那个房子占地3000多 不是一线水 但是它的优势就地势非常的高 但如果说你说整个Point Piper 你觉得最贵的房子是哪一套 我可能觉得是Aussie Home Loan老板的那套 几年前就有人出到1.5亿 人不卖 那个是半岛的半岛 就那种感觉 位置就没得说了 Darling Point虽然也是半岛 但是它的好的House 有 我看过 但是因为是Pure of Mike 我就不说了 但是它的公寓要更出彩 因为整个这个半岛 你会发现它的高层的公寓很多 而且一线水井的公寓非常多 不管是从去年还是今年 整个Darling Point 我觉得过1000万的水井公寓 出的是 我觉得是比Point Piper什么的要多很多 而且品质很上乘 那我们先去看几套 今年卖掉的房子 看看它的外观到底长什么样 为什么能干到那么贵 大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好吧 咱们走起 我们现在48Mona Road Darling Point 这套房子是今年卖的最贵的一套公寓 最大的特点就是房子特别大 580平 整栋楼只有6户 这面卖的三房1000多万肯定是大 但是像580平的话 就floor area是属于超级大的 这套房子有两个特点 第一点就是 是一套1962年的房子 它完成度不是说就是high end那种 但是它是第一看也是翻过 98年买入价钱是240万 现在卖了1600万 这涨幅可以吧 第二很大的特点就是说 这房子上市6天就卖掉了 6天是什么概念 这是这第一套 第二套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前面 40到42摩拉州的 其实紧接着这个的Andy Beader 没买到之后买了前面这套 也挺大 但没有这个大 你看这个街它是地势偏下 越往上 就往我后面的这方向地势越高 景观会越好一点 后面这套是随后卖掉的 这个房子的价钱应该是接近900万 但是是需要做翻新的 房子的套数也不是很多 只有9户 但是比前面那个楼要虚拟 也是93年的房子 OK那这是在今年卖掉的两套 在莫娜肉特的房子 那第三套 好是一套两方 一为一车位卖了600多万 我带大家去看一眼 走 后面这套房子我在房子观察里有说过 两方一为一车位卖了 拍场卖了626万 也是一套60年代的房子 我带大家看 这房子我两年先有来看过 这栋楼它套数很多 看起来得100多套 我当时两年前看的那套 也是一线水 但水景差挺多 当时建一家是225万 但后面花了三个月才卖掉 而刚才说的那套两方一为一车位 人家上派场20多天就卖掉了 而且两房一为一车位 只有leaving room带水景 你的房间的是没有任何的景观 甚至有一些带水景的这种两房 它的那个卧室的采光都要差很多 所以你会感觉到在东区 你这房子其实不值钱 咱买的就是景观 而且还是景观的质量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栋楼如果没记错的话 它是company title 那company title 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 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当时跟这个斯文律师录的这个视频 company title 然后两方一为一车位 买600多万 说说有点疼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再考虑一些 OK 那这是今年这三套 让我卖的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去年有三套房子 它是在另一条街 在New Beach Road 我们去看一眼 那里面有一套 Darling Park的目前为止 我最喜欢的一套公寓 突然间起风了 这个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叫Rush Cutters Bay Park 这个park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呢这个区间是画到Darling Point的 这个所在的位置 如果是画到前面那边呢 那边就是一个游艇俱乐部 然后这边是Elizabeth Bay和Post Point 记得结婚之前呢 我就带我带我媳妇吧 就当时来这儿吧 谈情吗 谈情说 当时是在Darling Darling Hearts 有一家叫South Darling Sandwiches 那是一个网红店 买了个三面制 然后在这个公园的长椅上 找个地方就坐车 吃了满手优 所以这地方我觉得还是非常OZ 大家平时如果要带小朋友 想来东边转一转 可以来这转一转 OK 前面所在的这个街呢 这条街呢叫New Beach Road 这条街是一个很牛的街 去年卖的几套一千多万的 全是在这条街 后面的这套房子 去年和今年各卖了一套 去年卖的那套是带个很大的院子 一千零八十五万 景观呢可能稍微受点影响 第二套是今年卖的 是一千两百万走的 这房子是零二年盖好的 整个楼只有四房 全部都是三房 然后我带大家去看 另外两套是我 这两年我最喜欢的一个公寓箱 在Darling Point 后面的这套 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Darling Point的公寓箱 总共只有两户 一楼呢带个游泳池 二楼呢是个月层 两套卖的价钱都是在一千五百万 但有一点区别呢 就是楼上的这个Pine House呢 是四房三位三车 楼下是三房三位三车 所以如果是我选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选楼上的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房子 做了个翻新 如果说你就要在顶级的去买房子 可能要适当的去接受一些旧一点年代的房子 更结实 所以你房子看多的话 就是跟新旧无关的 是盖房子还是卖钱 It's different storage 空间这套房子是去年卖的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套 一天六百一十万卖掉 基本上就跟House一样 三到三房一套五房 卖的是那套五房 面积非常非常大的 一零年盖好 贵的房子看完 咱去看今天的这个要拍的房子吧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套房子 它是一套高松公寓 两房两位移车位 所在的街是Fountain Street Fountain Street在整个的Darling Point 我觉得算是一个二线水井里面非常好的街 为啥呢 因为它是个南北向的街 所以你会发现 这的公寓有很多 它是朝北的带个水井的 对于很多downsized来讲是非常加分的 所以我说到这里有一段叻民族的 很快的 printing 您的观看 请 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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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套法子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第一点呢 户型非常的方正 第二点呢 采光非常的好 不单单是leving room带景观 而且 而且卧室也带一点景观 而且两面都有床 第三点对于两房来讲 这个面积已经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的户型是可以改成一个三房的 就今天看房子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对于这种偏高端的房子 能总结出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你会发现 像Darling Point这样的高端区 它卖的越顶级的房子 它户型越少 比如说今天没带大家看的 在Illadale Street的Darling Point 那是整个Darling Point的公寓的楼王 前年是2510万卖的 那个也是只有两户 一般越高端的房子体量越小 两套四套六套 第二点对于这种高端的公寓来讲 它的内部面积其实是挺大的 你会发现 像咱们刚才说的像Mona Road 其实它的景观是要差一些的 它是属于Darling Point的内部 所以它是看不到什么户居园和大桥的 但是它的面积很大就很加分 对于很多donsiders来讲 大桥户居园就还好 在这个面积它们觉得可能会更重要一点 如果有朋友说 如果你说大桥景和歌居园景 对于像Darling Point的这个段位的区重不重要 我会说是重要 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 不单单是在Darling Point 包括它隔壁的这个骆驼尾巴 Pulse Point 都不能处理一套1000万的房子 也没有什么大桥陆居园 但是好处是什么 朝向相对好一些 因为这种半岛区 所以你如果看歌居园和大桥 那可能就是朝夕了 这个就是因人而异 最后对于Darling Point的区域 有这么几个特点 算是今天节目的一个收尾 第一点就是Darling Point的离市中心比较近 你像我有些客人他觉得Vocalus比较远 他想买一个离市中心更近一点 就是Darling Point,WB,Rose Bay 包括再往南一点的位置 第二就是在整个五拉尔大区 你带火车站的很少 那这个五拉尔大区的火车站只有一个在Edge Cliff 但Edge Cliff的好房子又不是很多 它离Darling Point也比较近 所以住在这的人 我觉得如果要出行的话 可以选择坐火车 去City大概就两三站 大概七分钟 或者你还可以坐Ferry 不但离市中心近 而且公共交通也很方便 第三点 因为这个半岛它的公寓很多 它的高层的公寓也很多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区域 你想买个带水的房子 你的选择要多很多 今天的节目呢 我就先录到这儿 那么我在录节目这个期间呢 正好也是赶到复活节假期 接这个节目呢 希望大家在节目里面能得到好的休息 然后节后之后满血复活 好吧 那本期节目大概就这样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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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